女士们 先生们 大家下午好 欢迎出席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在过去的几个月 在香港出现了一些问题 那么这样的问题呢 按照基本法的规定 那么首先就应该由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府 按照基本法的规定 来履行自身的责权 来维护好当地的这个秩序 那么这个只有出现了极端的情况 才能根据基本法的规定 那么来要求中央按照基本法的 这个相关条文来采取相关的措施 一国是两制的前提 当我们在讲两制 它的合法性的时候 千万不要忘了一国 那么一国是怎么把两制 统一在一起的呢 就是通过宪法和基本法 如果我们不去依法推进 这个一国两制的话 那我们就很可能 就没有办法来这个实行一国两制 我们也没有办法去界定 于在一个特定的地方行政区域 与自贸行政区 怎么样去实行这个资本制度 它就必须要通过这个宪法 基本法 这个法律来加以这个确认 所以呢这个两制啊 它是从属于一国 并统一于一国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所以崎金典平总说计在做说明当中 他特别指出建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